这个女孩叫许红豆 她在酒店工作 她是酒店经理 她每天早上七点起床 七点半吃早饭 八点坐地铁去上班 工作还忙 有时候会忘记给家人打电话 姐姐告诉她今天是爸爸的生日 现在许红豆正在给家人打电话 她的爸爸妈妈都很高兴 红豆给爸爸买了一件黑色的衣服 这一天 她的同事给她介绍了一个女孩 可是许红豆有很多工作 不能跟他们一起吃饭聊天 她要去工作了 走的时候 她告诉女孩 少吃肉 少喝水 陈南兴是许红豆的好朋友 一天 她去许红豆的家 冰箱里的食物坏了 许红豆说 时间过得真快 八年过去了 陈南兴说 是啊 人为什么每天都很累 下班后只想睡觉 他们聊天聊了很长时间 过了几天 陈南兴去医院看医生 许红豆听说后非常难过 后来 陈南兴不在了 许红豆没有朋友了 她每天一个人上班下班 非常累 这一天 她也生病了 她打开陈南兴以前的留言 好朋友告诉她 有时间坐飞机去旅游吧 多看看风景 许红豆觉得朋友说得对 她告诉酒店和家人 她不想上班了 她在网上找到了一个漂亮的城市 叫大理 她想去大理看看 看看那里有没有好玩的事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